大家好,我是大家老朋友,王崇洋道长 根据最新的普查数据显示 世界野生虎的数量从2014年的时候达到了3890只 这是自1900年以来,野生虎的数量首次出现增长 相关国家和自然保护联盟2014年的普查数据显示 这3890只老虎比4年前普查的时候增加了数百只 2010年的时候,野生虎的数量只有3200只 也就是说增加了690只 在2010年的时候,当时3200只已经是历史的最低水平了 这一次的普查当中,野生虎数量最多的国家主要集中在 印度、俄罗斯、布丹和尼布尔 数据显示印度有野生虎2226只占世界总数的60% 虽然普查数据显示总数增加 但野生虎的绝对数量并不一定有所增长 专家认为,此次普查数据上升的部分原因是统计方式的完善 和更多的地区被纳入了普查范围 尽管如此,这是1900年以来世界野生虎数量首次出现的上升 在1900年的时候呢,当时的世界上的野生虎数量超过了10万多只 此后呢,一直呈剧烈减少的趋势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官员 吉内特·赫姆雷说呢,与绝对数字相比更重要的是趋势 可以看到野生虎数量的变化趋势呢,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野生虎是宾威品种 宾威物种,不好意思 由于窒息地的持续减少和盗猎的猖獗 野生虎生存了面临极大的考验 全球的野生虎主要分布在13个国家 包括孟加拉国、布丹、柬埔寨、中国、印度、印尼、老沃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尼泊、尼泊、泰国、越南和俄罗斯 在本月12日,上述13国的代表将齐聚新德里 共商保护老虎的措施 争取到2022年的时候,实现全球野生虎数量比2010年的时候增长一倍 柬埔寨、越南老沃已经没有野生虎的繁育种群了 缅甸如果再这么下去,估计也一样 泰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绩大幅改定 已经几十三国的前五名,尤其在保护老虎方面 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 他表示,目前泰国定于7月29日为老虎保护日 经最近的调查显示,泰国老虎的数量为189到252只 分布于31处保护区 政府规划于2022年前,江老虎的数量增加50% 在2015年的时候,马来西亚的野生虎的数量从500只下降到250只 东南亚虎微微可计 孟加拉国境内的孟加拉虎约有106只 比2004年的时候440只少了很多 印度有2200多只,数量上升了很多 尼泊尔不错,最近接近200只 不单最新调查老虎有103只 成为最新的老虎分布大国之一 俄罗斯的野生东北虎全国调查 最多可达560只 比上次全国调查有明显的上升 不得不说俄罗斯这方面做的真的好 好了,谢谢大家的观看,再见 谢谢大家